在这个站带的身边有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站帮里边 其实这都是被清理出来的飞机的这个残骸这些配件 当然我们也看到里面呢 其实都是进行了一些专业化的这样的一个歸类 而且还有一些物证的这样的一个封装袋 还有一些可能在现场搜寻人员发现的比较重要的这种物证 先进行这个固定 然后由专家呢来进行评判 好那我们也了解到目前的搜寻第二个黑匣的工作 跟搜寻第一个黑匣一样 是在整个这个区域的表层进行这种搜寻 而且他们搜寻人员用的是主要是靠肉眼 去一寸一寸的这种区域去进行这种排查 去看看有没有可能会是黑匣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以说他们是小心翼翼 非常非常的仔细的去在做这样的搜寻 就我们了解第一个黑匣子就是靠现场这种搜寻人员 靠肉眼去发现的 是在这个表层的位置去进行这个发现搜寻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 目前呢 整个的最最核心的这样的区域呢 有这样的围板 已经把它囊住了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因为里边不能有太多的人员进入 只能允许有需要的这种人数的数量的人员呢 在里边进行作业 也是为了保护这个现场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